大江大河孕育了中华文明 万水千川 当迪着历史变迁 上善若水 自古迹今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都离不开水的滋润 2003年 河南省行阳市 川黄工程南岸 这里是黄河南岸 川黄隧洞的起点 丹江水将从这里进入隧洞 输送到黄河北岸 这里是黄河北岸 川黄碎洞的终点 丹江水将从这里奔涌而出 滋润北方的千家万户 黄河和长江将会在这里握手 1500多年前 一位伟大的地理学家 在他的著作中 著述了黄河水系 与长江水系 他肯定不会想到 在后世 长江与黄河会以这种方式握手 你说的是栗道员 我还记得栗道员 在水晶柱里 隶属长江三峡的歌谣 八东三峡 乌峡长 圆明三生 泪沾长 我引用前人的诗句 描述长江三峡 是因为我无法亲自去长江 走一走 看一看 栗道员没有去过三峡 当时南北朝分地 栗道员身在北朝 只见过黄河 没去过南方 可他却记录了传颂千年的佳作 后世很多人啊 都是从水晶柱江水片中 来了解长江 如果我们实现长江之水 穿越黄河 让江河握手 栗道员知道了 他会多么激动 对 南方之地 水多为坏 北方之地 时有干旱 若能使南方之水滋润北方 则栗在千秋 我们现在 就是在做一件 栗在千秋 认责万物的事情 水 就应当认责万物 栗道员 曾在水晶柱的序言当中写过 天下之多者 谁也 无天在地 高下无所不至 万物无所不论 天下之多者 谁也 无天在地 高下无所不至 万物无所不论 北魏地理学家 力道员 以水晶为基础 记载了一千多条水道 并增加了关于地貌 动植物 成意 民族 水利工程 历史遗迹 等丰富内容 对后世地理研究 影响深远 今天 在典籍里的中国 就让我们一起识读 中国第一步 以水道为刚的 综合性地理学典籍 水晶柱 打开典籍 品足中国 欢迎走进典籍里的中国 我是王嘉宁 天下之多者 水也 水无处不至 无所不润 力道员 勃烂群书 最新山河 他用凝练的笔墨 动人的描述 筑成了被誉为 宇宙未有之奇书的 水晶柱 穿越千年 共化山河 今天 让我们与三位读书人 一同品读 水晶柱 点亮光明 汲取力量 点击里的中国 由高品质的光明乳业 独家冠名播出 清香粉酒 匠心品质 点击里的中国 由青花粉酒 独家特别呈现 青花粉酒 开启高品质生活 读中国点击 品智慧人生 本节目由格力 新清厨套系厨店赞助播出 轻松下厨 就选格力 点击里的中国 由王老吉赞助播出 王老吉陪你 凝聚先贤智慧 传承生命经典 职务不易 读书有底气 感谢云南白药集团 气血糠口服业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三位老师好 欢迎来到点击里的中国 同时今天的演员们 此刻也就坐于官坊间 与我们一起来聆听 专家老师 对于水晶柱的解读 欢迎他们 在刚才的开场戏剧当中 南水北调窗簧工程的 工作人员 在畅想着 奔腾的长江黄河 实现第一次握手 真正的汇泽千家万户 所以咱们中国人历来 就特别重视水利 对呀 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呀 因此中国自古 就在离水治水呀 你比方说 最早的时候 大雨治水嘛 那是一个沟通河道 造福万民的事情啊 礼兵父子修都江燕 那是把这个成都平原 变成天府之国呀 还有咱们一直延续千年的 治理黄河 到今天咱们的三峡工程 南水北调 因为水利是关系到 国际民生的大事 是 中国古代就有许多 关于水道的 记载的典籍 比如在历道园 水晶库的序言当中 他就提到 像上书与共 周理之方 还有汉书地理治 这样的一些典籍 但是历道园觉得 这些典籍不是周而不悖 就是言而不周 意思是说 虽然周到 但不完备 有要点而不齐全 另外历道园 还提及了一部水道的专书 称之为水晶 但是他认为 这部水晶里边 是叫做 粗贼金序 又缺庞通 这个意思就是 水晶主要是 记载了一些水道的 发源跟流向 对相关的一些支流 还有相关的地理人文的 一些信息 他却没有记载 所以历道园觉得 有必要重新 做一部 关于水道的专书 所以历道园 其实是从 古代这么多的点击当中 选取了同类点击里面 最系统的水晶 就进行丰富和扩充的 是的 水晶大致成熟于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全熟一万多字 大致计数了 一百多条河流的 发源流程及归宿 水晶柱呢 是历道园 以水晶为基础 重新编排 整理资料所做的注释注解 一共是四十卷 是一部空前的地理学的剧著 水晶柱呢 是因为水晶而得名 但实际上历道园当初写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 我想写一本书 就叫水晶柱 古人是很谦逊的 觉得有这样的一个经典 在这里了 我为他做注释嘛 为书讲啊 道园浩学历览齐书 转注水晶四十卷 只是呢 他这个注释啊 太丰富了 已经超出原书几十倍了 所以后来人们认为 这完全就是一本专门的著作 所以才有了现在 我们看到的水晶柱 水晶柱记载的是 水晶的数十倍之多 那么它都在哪些方面 做了扩充呢 水晶柱突破了水晶 只记载水道干流 这样的一个局限 清代学者 对水晶柱的这种传术形式 做了一个概括 称之为 因水已正地 吉地已存古 就是说 不仅把水道的情况 描写清楚 还把水道经过的一些诚意 做重点的介绍 这样的话 就使得水晶柱包罗万象 比如像大家所熟悉的 开刀于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 在水晶柱当中 都有生动的记载 因此我们称水晶柱 是一部百科全熟式的典籍 要写成这样一部 涉及广泛的剧著呢 力道源要广泛地搜集资料 并加以分析 他在字序里面就说到呢 卖其枝流之土辣 整其沿路之所缠 仿毒搜渠 急而坠之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内容啊 都是他通过了考察 寻求 搜集资料 并加以极路整理进来的 在水晶柱之前 也有不少地理著作流传 但像这样结合实地考察 和相关文献 赚注成书的 水晶柱无疑是 具有开创性的一部 水晶柱 到现在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呢 所以说水晶柱 它是以水道为钢 然后进行大量 全面系统内容的扩充 直到现在为止 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 也是具有指导意义 和重要价值的 这个呀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阴山演化的例子 这就是我们在 水晶柱的指引下 发现的一个奇观呢 水晶河水柱 它讲 河水又东北立 石压山西 去北城五百里 这个其实就到 我们现在的阴山一带了嘛 它说呀 你石头上自然有文 那个文士是什么样的文士呢 是虎啊 马呀 这类动物的样子 就像画一样 所以当时它就称之为 画石山呢 那后来我们当代的学者 就根据他提供这个线索 就去实地考察去了 然后发现 阴山又连绵不断的 大量的演化 上万幅之多 而且呢 它的历史非常久 从旧石器时代 一直到明清时期 这是我们七七为止发现的分布最广 内容也最多样的演化呀 是轰动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奇迹 历道远所撰写的水晶柱 学术价值极高 他本人呢 也被称为世界地理学的先导 那么历道远是一个怎样的人 历道远出生于关焕世家 他的父亲历范呢 是北魏著名的四朝大臣 绝治范阳公 历道远他早时候呢 就非常好学历览奇书 少年的时候呢 父亲历范任清州刺史 他得以便游山东 二十多岁呢 他步入仕途 曾随行孝文帝出巡北方 还见证过孝文帝太和改制 千多洛阳的壮举 后来他因为性格刚正 不为权势所容 所以屡遭贬折 也正是因为如此呢 他得以在多地任职 游历了北方黄淮流域的 一些地区 每到一处呢 他都留心考察河道沟渠 搜集分土民情 最终写成了水晶柱 这样一部地理巨著 历道远不仅仅是 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 他还是一个 游记文学的开创者呀 比方说啊 咱们现在中学课本 选这个水晶柱的名片三峡 两岸连山略乌缺处嘛 说一进三峡 你看这个山啊 就一蹙一蹙的聚在一起了 然后就像一年四季的变化呀 你比方说啊 到这个夏天的时候 昭发白地 木道江岭 那春天的时候 玄泉腹部 飞树期间 然后到秋天的时候 八东三峡 乌峡长 圆明三生 泪沾长啊 哎这样两百字的短文 就把这个三峡的壮美呀 形容非常的贴切 这段描述呢 它隐自的是 圣洪之的那个荆州记 现在很多南北朝的那些地理著作 那些游记文学 我们看不到了 但是力道元当时看到了 他就把它有机的整合进自己的著作之中 让我们通过这一本书 又看到了很多很多 那个时代的游记文学作品 我当时就在想 哎呀 虫颜蝶杖 隐天蔽日 自飞停舞夜分 不见夕月 这描写得也太好了 所以你看明朝这个散文家张大夫就讲了 说古人记山水手 太上力道元了 说写山水的文章 太上 最好的境界 是什么 力道元 感谢三位老师 带我们识读水晶柱 那么在今天点击里的中国的舞台上 会怎样演绎力道元 以及水晶柱的故事呢 我们一块去点读会看看 各位好 欢迎来到点击里的中国点读会 我是当代读书人萨维宁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块品读的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以水道为刚的综合性地理学著作 水晶柱 请各位老师给观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演员程太深 在戏剧中饰演力道元 我是演员朱铁 在戏剧中扮演孝门帝 大家好 我是点击里的中国总编剧张坤涛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点读会 我们知道水是中华文明诞生发展的一个根基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制水 薪水留下了很多记载 是的 而水晶柱是以水道为刚 记载区域性地理信息最为著名的一部点击 这一次我们的戏剧的主线和故事是如何展开的 在水晶柱剧本的创作之初 我们就确立了以作者力道元的视角来展开戏剧 经过节目组和专家组的多次讨论 又在戏剧当中融入了力道元人生当中的两位重要人物 就是他的父亲力范和北魏雄主孝闻帝 将父子之情 君臣之义 融入到力道元的传奇人生中 又大量融入了南北朝时期的独特历史背景 最终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说到水晶柱 那肯定绕不开力道元 是的 程老师 您对于力道元这个人物有什么样的理解 我对力道元非常有亲切感 我是山西人 力道元曾经在北魏都城平城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工作 我和他也算是半个老乡了 其次我觉得力道元是一个一心未明的好官员 一位严谨认真的地理学家 还是一位文采斐然的散文家 希望通过这次演绎 我能塑造一个立体的力道元 力道元体察民情 终植爱国 这些大爱 汇集成水晶柱中 绵延不绝的河水 传承后世 熠熠生辉 在戏剧作品当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北魏的孝文帝 孝文帝呢 中孝 开明 他本身也特别喜欢儒家文化 虽然他英年早逝 没有看到力道元写成这部水晶柱 但是我想呢 孝文帝一定会十分欣赏 这部记载了九州山水的巨著 孝文帝历经图治 积极变革 迁都洛阳后 向南方借书 他重视文教 间接促成了水晶柱的完成 其实力道元在写《水晶柱》的时候 引用了大量他所能看到的典籍 其中有一句 就是引字玄中记 这句话描写的是水的 无处不在 又包容万物 我们有请程老师 为我们颂读一下这句话 天下之多者 水也 福天在地 高下无所不至 万物 无所不润 南北朝时期 他存在的一个南北对立的客观的历史事实 所以 力道元一生 未曾踏足南方 很多南方的大山大河 他没能亲眼见到 但是 他通过丰富的文献资料 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大量南方山河的描写 其中很著名的有一篇就是江水篇 三峡 我们也截取了其中一段 请几位老师 咱们一块给大家送录一下 从严谍谍 从严谍杖 阴天碧日 自卑亭舞夜分 不见夕月 不渝者歌曰 八东三峡 乌峡长 人名三声 泪战长 水晶柱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光 他不仅记载了沧海桑田 地理的变迁 也揭示出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 重水 治水 期盼着一个安定美好生活的愿景 希望通过这次的演绎 能让观众更好地理解 力道源实地勘察 考察实际的科学探究精神 跟随前人的脚步 不忘今朝 将中华文化 中华精神传承下去 希望通过这次演绎 能让观众深切地感受到 水的博大 水晶柱的浩瀚 中国地理史学 更续不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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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朝廷派我及巡视雍州 安抚小宝营 雍州局势瞬息万点 我们今夜就要出发 喝了这杯酒 以壮行色 夏友 在 这第二杯酒 是道别的酒 道别 我和你二叔商议 带你大哥二哥 前去雍州 你留在家中 父亲 为什么要把我留下呀 夏友 你不是不知道 父亲秉公执法 杀了汝南王的左膀右臂 汝南王他一直怀恨在心 朝廷上 诸多官员 对父亲也是十分忌惮 这次去雍州巡视 就是汝南王元月的奸计 小宝营随时会反 死刑凶险 我们四人前去 已报定魏国尽忠之心 但是也要有人留下来 为利家尽孝 父亲 就不能不去吗 大魏这些年啊 风雨飘摇 六阵之乱 朝廷元气大伤 危机恢复 又生渡渴之乱 如果小宝营 真要在雍州造反 那天下百姓 又要面临一番兵户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就算是赴汤蹈火 我也要前去 为天下争取一份和平 父亲 身为人子 越是危难之际 我越应该陪在父亲身边 护父亲中全 你的母亲体弱多病 她需要你照顾 孝勇明白 时间紧迫 二弟 在 你们快去准备新装 咱们即刻出发 是 下友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交代于你 是 我这一生啊 一直盼望 九州重远 但是没能看到 我积累一生 以水晶为基础 记述了天下水道 如果我回不来 你把这部书传之后来 你把这部书传之后 父亲定能 平安归来 公元527年 北魏孝昌三年 这是立道元 生命中的最后一年 年近六旬的他 奉朝廷之命 出任官右卫劳大使 巡视雍州 安抚已有谋反之心的 萧宝盈 立道元深知 此行之艰难 所以 在临行前 他把自己用 毕生精力撰写的 水晶柱 托付给了三子 立孝勇 你去吧 你去吧 你知多者 谁 福天在地 高下无所不至 万物无所不润 你是何人 晚辈赫萨贝宁 是从一千四百多年之后 来的读书人 读了先生 所著的水晶 特来请教 一千四百多年后 正是 世光如流水 从未有人能够逆流而上 晚辈 正是要 以水为证 这是 产自后世 禁地的美酒 此酒 正是因 焚水而得名 先生 尝尝 晚辈为您真上 这是用后世工艺酿制的美酒 好凶 萨君 竟然读过 我所著的水晶 先生著的水晶 后世称为 水晶著 被奉为典籍 其中有一些篇章 人尽皆知 读此书 如同清理 天下水道 主干 旁知 历历在目 名胜古迹 历史典故 无所不包 先生 因水已正地 吉地已存骨 我们从自理行间 读到的都是先生 对华夏九州山水的热爱 水晶柱 好名字 水晶柱成了天吉 如此 可以告慰先父 靠会 孝文皇帝 先生 晚辈 有一事不明 先生所著的内容之丰富 已超水晶数十倍 为何不另成一书 我的父亲一生为国奔走 身边总是带着水晶 我自幼 就独自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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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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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们天天来河边玩 我给您打水喝 我 原儿 为父也想回乡安居啊 可侦战多年 九州仍然分裂 朝廷里却斗来斗去的 光阴似水奔流 人生便如这滔滔河水 选择了向前奔流 便不可回头啊 父亲既然选择了奔涌向前 那为什么要回头 对 不回头 跟着水学就对了 月儿 你比为父聪明 百川东道海 何时赴西归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月儿 你会被长歌行啊 还会什么 与共 大于子成复业 历时十余年 终于至水成功 历天下 顶顶九州 哈哈哈哈 好一个 子称父业 哈哈哈哈 来 父亲的梦奖是什么 愿战乱不在 让九州重园 看山河 重光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好 好 中文字幕——YK 父亲 这些百姓怎么了 一场大雨引发了秋训 冲毁了房屋 淹没了田地 百姓们流离失所 只是一场秋雨 何以泛滥至此 秋训泛滥 皆因何道不畅 水利时休 年锦是汉是烙 宰天意 汉烙是否成灾 宰人为 为父此次去青州认刺史 一定要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 为百姓造福 父亲 您要学大雨 大雨造福 天下百姓 为父希望 我也能为地方百姓做一些实事 来人了 在 传训县官员速到刺史府 商议正栽药物 是 是 伤训县官员速到刺史区 父亲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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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你一起看水的世界 不多了 父亲 您的身体会好起来的 元儿 你是长子 以后丽家 就靠你来支撑了 你会承袭我的爵位 要记住 修生养德 方能成大忌 父亲一生洗水 元儿自幼陪您灌水 自然会效仿水 修养德行 做手看 做人 要像泉水般 清澈纯净 像河水般 热血奔用 像海水般 有容乃大 大丈夫行事当如水 欲万丈深渊 奔有而下 果决永义 大丈夫 持志当如水 今百折千回 东流入海 坚定不已 大丈夫 江湖立功当如水 所到之处 润则万物 立一世 好啊 元儿以水为德 要至极 回复此生 做得最对的事情 就是经常 带你看水 我们俩 很多心里话 好像都是在 水边讲的 为复此生 为国奔走 生边一直带着 这水晶 这里记载着 天下的主要回道 我看你 每到一地 见山水 必寄之 回复希望你 将来若有机会 把九州的山水 都走一走 记一记 父亲 元儿 元儿记住了 元儿 还记得 玄宗记里的话吗 天下之多者 谁 如天在地 高下 无所不至 万物 无所不润 天下之多者 谁 如天在地 高下 无所不至 万物 无所不润 这是父亲 留给我的水晶 这么多年 我一直待在身边 看到他 就像看到父亲 读水晶 就像在和父亲交谈 先生节哀 收校三年后 我踏上师祖 成为尚书慈布郎 首次见到了 孝文皇帝 新任狼官 新任狼官 敬见陛下 上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陛下圣肠 拜 请 诸位新任的尚书郎官 有被举荐的少年英才 有席爵的世家子 望尔等实心用事 兴我大位 请尊陛下圣誉 我大位定都平成 地处北方 降雨较少 长寿干旱之苦 朕想听众卿异议 应当如何解决 每逢旱灾 百姓流离之难题 回禀陛下 只有开放山泽禁令 才能让百姓狩猎谋使 这是老旧的法子了 还有吗 回禀陛下 经师少语 陶运不通 运输各州救济粮 代价极大 应当允许鸡民 出京求食 以缓解灾情 朕何尝没有行过此法 但让灾民四处流离 乃至各地屡屡发生动乱 长久下去 会动摇国本 还有什么办法吗 陛下 陈以为 要解决大魏令体 应当治水 自古以来 水星则邦醒 水安则民安 大星天下水利 治理天下水道 乃是长远之计 你倒说说 京师周围 有哪些水道 京师周边水道 臣尚未来得及 详细探查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陛下 京师之地的灾情 关键就在 京师地理 与人口规模 不相匹配 说下去 自我大魏太祖 道武帝定都平成 已近百年 国运长龙 人口日益增多 京师农耕不入 曹运不变 加上连年少与缺水 粮食常年欠收不足 粮食运输困难 已无法养活京师 及周边近百万名声 好啊 总算有人找到了 京师缺粮的关键 以清之间 当如何应对 我大魏福元辽阔 都城却定于北方 天下人口汇聚在 粮食短缺之地 腹地中原 清其之地 结束水系丰沛 粮产丰盛 若能将都城百姓 加以引导 疏解迁徙至 水土肥美之地 平成缺粮之患 乃能还起 好 说得好 你叫什么名字 臣 立道元 哇 朕想起来了 范阳公立范的长子 永宁侯 立道元 此后 我曾数度随世 孝文皇帝 护从圣驾 钦见了他的雄才伟绿 孝文帝进行了改革 史称太和改制 那堪称是千古壮举 我们后世学历史 都要牢记一个历史事件 就是为孝文帝迁都 孝文皇帝 将大魏的都城 从平成迁至洛阳 洛阳位于九州的中心 有洛水 蝉水 谷水 衣水环绕 水系丰沛 便于名声 北有芒山 作为屏障 东南有松山等重重关卡 与平成相比 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且能辐射四方 那是北魏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孝文皇帝 让我看到了九州重远 山河重光的希望 那是我离人生梦想最近的时候 那是北魏国力最为强盛的 千丈飞扑 凌空直下 孟门瀑布 水气如云 实为壮观 圣子所说 黄河水直下龙门 其水流速度四马难追 绝非血 李清 你可知朕 为什么来孟门 臣不敢揣测圣意 山水之间不是朝堂 不必拘捷 朕知道你学识冤博 你尤其熟知地理山水之道 而朕也细读地质水道之书 臣其敢与地下相比 我说过了 山水之间不是朝堂 面对古仙贤大雨开凿的孟门 你要有古大臣之风 臣遵旨 来 你看这孟门 不知其由来的人 一定以为是河水穿山凿时 把山冲开的 怀南子说 龙门还未开辟 吕梁尚未凿通 河水从孟门之上 漫溢倒流 洪水肆虐 百姓流离 大雨开凿孟门 大河才有祈祷 可上古之人 要凿开一座山 太难了 上古之时 工具简单 物资匮乏 大雨带领先鸣 开凿此处 一定付出巨大的医生 凿开孟山 为河水打开 流向下游的门 才能让河水安安 我们不冒险 子孙后代 无法安居 有人牺牲 才有人安乐 天下名声有多苦 大雨的决心就有多大 毕青 你说大魏的百姓苦吗 陛下 说实话 自陛下迁都洛阳以来 不仅平成 民生压力缓起 新都洛阳也欣欣向荣 民生亦得到感善 然而有些新政推行 仍受到一些王公大臣的阻挠 新政推行不畅 新旧政令相砸 令百姓不知所从 饱受其苦 还远不止于此啊 如今大魏 各派势力盘根错节 土地兼并不断 只有不断推行改革 才能够法令有度 政治清明 民生安乐 可是朝中一些保守的力量 就犹如眼前这座梦门山 难以移动 朕有决心 像大雨开凿梦门一样 不畏艰难 改革朝政 劈开一条路 可朝中的一些大臣 就连一跃而下 冲向生机澎湃之路的勇气 都没有 由陛下不畏艰险 开凿在先 自有刚知忠勇之臣 敢于纵身一跃 李清 你会怎么做 臣愿 如这梦门瀑布一般 面对万丈深渊 不惜纵身一跃 不怕粉身碎 若大魏 有更多李清这样的贤臣 朕定能再现 九州幽同 四海会同的 盛世景象 再现九州幽同 四海会同的盛世景象 陛下圣明 待到那一日 李清 要把九州的好山好水 降加技术 防不负你渊博的 山水地质之学 陛下 臣记住了 陛下 是要完成九州重元的伟业 他率兵南征 我看着大军远去的背影 心中燃起热切的希望 我盼望他凯旋 盼望着滑下一团 不料 我等来的是一个天大的噩耗 大业未尽 而陛下却忠道崩促 陛下 陈一直在等 但你没能回来 李清 江河万古 人生瞬间 朕有很多想做的事 但朕都做不了了 臣失去了最敬仰之人 心中的梦想 谁来带领实现 梦想越远大 圆梦就越艰难 他需要一代一代 揭续努力 官古今已虚 五四还于一瞬 哪怕每段人生都是瞬间 代代揭续 就是千年万年 我还记得 我们一起读过的 玄中记里的话 天下之多庄 谁也 福天在地 高相无所不至 万物无所不润 愿九州重圆 继九州山水 李清 忍重而道远呐 李清 李清 好 刚才的戏剧当中 孝文帝不幸英年早逝 力道源的满腔志向 以及他九州重源的梦想 也就再难实现了 确实 孝文帝是一个英雄 我们都知道他的民族融合 迁都洛阳等等这样一些故事 那力道源也是一个英雄 两个英雄 其实恰恰他们是有碰撞之处的 虽然说因为孝文帝的英年早逝 所以当时的统一没有实现 但是我想他们胸怀天下的这种梦想 他们这种志向 真是永远让人心潮澎湃的 北温孝文帝 他是一位雄才大力的一个君主 他在位期间就非常重视水利民生 在迁都洛阳的时候 他就派人兴修了 在洛阳西北的一项重要的水利工程 千金鳄 让荒废了多年的河渠 再次涌动水流 造福百姓 全面改革了鲜卑的这个旧俗 推动了北魏各方面的发展 史称太和改制 这些改革不仅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在一定程度上为隋唐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利道元入世不久呢 他是以上述郎的身份跟在了孝文帝的身边 见证了孝文帝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的一个影响 千多洛阳不久 孝文帝下旨向南朝借书 提升北朝的文教 这也为利道元专写水晶柱呢 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来源 水晶柱引用了各种古代文献呢 四百余种 其中大量的文献现在呢 都已经亡溢 这是由于利道元的援影啊 我们才得以领略极光片语 没错 孝文帝推行汉化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民族的融合 而利道元以柱试经 留下了不朽之作传之后世 两人共同的理想 也让他们在历史上 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点亮光明 汲取力量 点击里的中国 由高品质的光明乳液 独家冠名播出 清香粉酒 降薪品质 点击里的中国 由青花粉酒 独家特别呈现 青花粉酒 开启高品质生活 读中国点击品智慧人生 本节目由格力新清厨 套系厨店赞助播出 轻松下厨 就选格力 点击里的中国 由胡姬花 无法小榨花生油提供支持 胡姬花 只做花生油 搞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APP 观看点击里的中国 完整视频 专享幕后精彩内容 在刚才的戏剧当中 利道元与孝文帝相别 带着未完的心愿 继续前行 我们继续往下看 孝文皇帝驾崩 大魏的天塌了 失去了强有力的引领者 朝中的势力 开始各自为政 我认东京州刺事期间 查办官员贪末 因此得罪了同僚 被扣上了执政 严苛的罪 遭受了 先生不肯同流合污 自然被权贵所不容 您一生的仕途 几度起落 最长的一次 好像您在家赴贤 近十年 我不能在山水之间建工业 就以寄山水为工业 于是就以水晶为基础 搜罗地理书 遍阅典籍 记述天下水道 西大雨季 驻山海 虽然周到 但不完备 汉书地理志 其所路 有要点而不齐全 尚书本记 执方 记载的水道 较为简约 水经大致理出了 天下水道的头绪 可做我赚注的基础 天下水道 以江水 河水 淮水 集水 为四毒 另有 河水以北 山东 及江水 以南 以毒流为主的诸水 共一千余条 皆当详细技术 其干流与支流 水道流经之处 地貌诚意 物采风情 历史遗迹 民生属利 皆当收入 民生属伦 因为水经做助 历史 净十年 终于谢完了 我于书斋内计山河 山河却风雨飘摇 此书包含九州山水地质 本该陷于朝廷 奈何 此身已被朝廷弃止不用 尽身无门尽言无语 立道元啊 立道元 你方年级五旬 竟在纸上寄山河 这是你该有的作为吗 此书写得甚好啊 父亲 能写出这样的好书 为父 以你为傲 父亲 此书 只能沦为山水之座 让人寻山防水的时候 找起来方便而已 远不至于此 黄黄三十余万言 以四十卷 寄天下水道 一千余条 其内容至丰富 千所未有吗 您还是把我当孩子 鼓励我 就算你头发白了 还是我的孩子 父亲 不单是鼓励 有几篇 我甚至喜欢 你让为父 看到了南方的山水 如生灵奇迹 比如棉水里的那一篇 苍狼之歌 破尾传神啊 苍狼之水清晰 可以我我英 苍狼之水测西 可以测我足 荆州之地的棉水 我没见过 但苍狼之水 或清或测 皆因静心超人 父亲 您是借山水之意 开解于我 那一篇我也喜欢 那一篇我也喜欢 朝发黄牛 暮肃黄牛 三朝三暮 黄牛如故啊 此时江水流经的黄牛山 蜿蜒曲折 行走数日 恍如还在原地 人生道路难免蜿蜒曲折 兜兜转转 但山重水赴 行则将至 蜿蜿蜒曲折 蜿蜒曲折 但行则将至 鱿蜒曲折 原儿气出了 江水间 我最喜爱的是 三峡 八东三峡 乌峡长 圆明三生 泪沾长 八东三峡 乌峡长 圆明三生 泪沾长 自三峡七百里中 两岸连山 略无缺处 重言迭诈 映天碧玉 自非亭舞夜分 不见喜悦 月儿 你摘录的荆州记 我都会背了 父亲喜欢 我也觉得欢喜 然儿 你从未到过江边 却让为父 争灵其境 你要相信 只要心向往之 终能 有所达成 心向往之 终有所成 还记得幼时 在巨马河边 你说的话 既然选择了奔勇向前 那为什么要回头 既然选择了奔勇向前 为什么还要回头呢 这就对了 谢谢父亲 谢谢父亲 先生多次率军评判 应公升任 御史中尉 监察百官 监察百官 谈何容易啊 把人犯修孽 押上来 是 走 走 跪 求你 你脉官欲绝 仓害百姓 洗碎当诸 拉出去 立即正法 是 李道元 我的主人是汝南王 你杀不了我 罪正确凿 法不容情 斩 是 走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殿下 刀下留人 救我 殿下 救我 参见殿下 臣魏道元 参见殿下 李大人 丘念 是本王的左膀右臂 与本王情同兄弟 您要杀他 便是要与本王作对 并非我与殿下作对 而是求念与朝廷法度作对 他干涉选官 残害百姓 铁证竹山 依律当场 您贵为御史中尉 指掌律法 监察百官 您杀不杀秋年 与您小事一桩 留他一命 本王 本王 祭你一情 殿下贵为皇亲贵胀 岂能知法犯法 丽大人 本王跟你明说吧 我已将实情 禀报太后 太后已经赦免丘念 恐怕 今日你杀不了与念 殿下说 太后赦免 并无凭证 而与念 弃罪当诸 今日 王法 必要杀 李道元 你好大的胆子 太后之力 马上就到 你敢善杀秋年 太后一定会杀了你 请大人三思 太后之力 不敢违抗 退 早费朝廷法度 请 早林万丈深人 李卿 陛下 臣该如何应对 你还记得 我们一起看 梦门瀑布吗 臣一直记得 朕有决心 像大雨凿开梦门一样 不畏艰难 改革朝政 劈开一条路 可朝中的一些大臣 就连一跃而下 冲向生机澎湃之路的勇气 都没有 有陛下 不畏艰险 开凿在前 自有刚之忠勇之臣 敢与纵身一跃 李卿 你该怎么做 臣 愿入这梦门瀑布一般 面对万丈深渊 不惜纵身一跃 不怕粉身碎苦 来人 在 将罪臣求念 拉下去 闪 是 来人 在 谁敢妄动 格杀勿论 是 来人 在 谁敢妄动 格杀勿论 是 罪犯求念 就地问斩 当令令 住 搜 殿下 住手 殿下救我 好你个厉道员 硬要与本王作对 本王对天发誓 定要杀你立家满门 太后之令呢 厉道员 速接太后之令 刀下留人 刀下留人 报 人犯求念 已然正法 陈历道员 跪接太后之令 先生一生 刚正不阿 热血中勇 请受 晚辈 一拜 也感谢洒军 逆时光之河 带来美酒 与我聊天 先生 您可愿随我 顺时光之河而下 去看一看 后世的景象 请洒军带路 先生 请 先生您看 此景波澜壮阔 这是何处 八东三峡 乌峡场 元明三生 泪沾场 这是三峡 那是何物 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 国家在这里修建了三峡工程 千里峡江 便坦途 正所谓 截断乌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英无恙 当今世界书 好诗 好诗 诗有大格局 工程有大手品 这三峡工程的储水量有多大 先生 不愧是地理学家 这里的储水量 已经达到了393亿立方米 接近黄河一年的水量 黄河一年的水量 任人调配 就是大于礼宾都不敢想象 这会造福多少百姓啊 后世水利工程的大手笔 还不仅仅三峡工程 更有南水北调 把长江水调往北方 实现江河交汇 南北户记 先生 这边请 你看 这是何处 这里就是南水北调的咽喉项目 川黄工程的所在地 长江和黄河 在这里握手 南北水系 在这里相遇 南水奔涌了千里之后 到达此地 通过川黄隧洞 一路向北 去润泽中国的北方 长江和黄河 居然能相遇 调南方之水 润泽北方 这是我无法想象的事情 南水北调工程 极大的缓解了北方用水的压力 今天 因为这项工程受益的人 已经超过了 一亿五千万 长江三峡 高峡出平湖 南水北调 长江水 穿越黄河 撒军所在的时代 真了不起呀 感谢撒军 让我知道这些 我此生无憾 没有前人的开创 拿来后人的发扬 感谢先生 为后事留下这部 水经柱 兄长 兄长 我们该出发了 下军 我得走了 先生 我送送您 先生 死心凶险 先生 能不能不去 前前大雨所言 无寿命于天 竭力养民 生 生 幸 死 命也 受命于天 竭力养民 生 幸 也 死 命也 好 救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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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你 救命 神 吸力量 公元527年 北魏孝昌三年 力道源携长子 赐子及其二弟 巡视雍州 被意图谋反的雍州刺史 萧宝宁 派兵围困于 鹰盘一亭 水尽两绝 力道源早紧十余杖 仍不得数 与饥渴交困中 被叛军所勤 一生忠勇刚直的力道源 针目赤贼 力家一门四人 为国殉难 内容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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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戏剧的最后 力道源还是毅然决然地 踏上了雍州巡视之旅 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 他终其一生 为水晶做柱 但是最后却缺水而亡 这段戏剧看得让人非常唏嘘 确实是点击里的中国路了 若干期了 这是第一次看到 我们主人公的钟章 但是我觉得呀 我最感慨的是后面的一部分 就是萨老师带着力道源 去看我们今天的南水北调 去看我们的三峡工程 我觉得这就是新时代的水晶柱 而且他贯彻的也是 力道源那时候就在讲的 所谓人定胜天的这种精神嘛 我想我们一代一代人 都为中国的水晶做柱 我们一代一代推进着 中国的水利工程 我们把它推进好了 力道源就不朽 水晶柱也不朽 从山川江河到水晶柱 从三峡工程到蓝水北调 新修水利防治水害 历来呢是中华民族 治国安邦的一个大忌 近年呢我国的水利事业 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 我们应当在传承中汲取智慧 在创造中不断跨越 共同实现大江大河的岁岁安南 图写新时代治水新水的新篇章 水晶柱流传千年影响深远 从明代以后呢 就有很多著名的学者 投入到水晶柱的研究当中 从而形成了一门包罗万象的 世界性的专门学问力学 水晶柱不仅为我们提供了 丰富的地理跟历史方面的资料 直到今天 它的技术依旧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无数学者利用水晶柱 做相关的研究 取得了不少突破性的贡献 作为中国地理学史上 一部璀璨的明珠 水晶柱至今依旧熠熠生辉 水德寒河 便通在我 一部水晶柱 它蕴含了中国古代先贤 以民生为本 追求人水和谐的精神 直到今天 仍然是我们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的智慧之源 更是中华民族文化长河中 当之无愧的瑰宝 再次感谢三位老师 与我们一同十读水晶柱 谢谢 点亮光明汲取力量 点击里的中国 由高品质的光明乳液 独家冠名播出 好鲜奶和优备 进口双膜低温过滤 保留200毫克美生 免疫球蛋白 更多活性营养 加倍鲜活力 好鲜奶 我选光明优备 不是所有牛奶 都含免疫球蛋白 出自名门 请至非凡 茅台王子酒 酱香经典 贵州茅台酒 股份有限公司出品 本节目由 植物养有底气的 云南白药集团 气血康口服业赞助播出 身体健康最重要 每一天多关注 不自你以后吸收 知我不要云南白药 革力电器要您读中国点击 品质会人生 好电器革力造 守住每一份安心 守护每一刻美好 品质生活全天守候 好电器革力造 点击里的中国 由胡极花 古法小炸花生油提供支持 吃过胡极花吗 好 只做花生油 只做古法花生油 老油房的香 胡极花 只做花生油 点击里的中国 由王老吉赞助播出 贵州自里搭配柠檬 四年级超多维C超解腻 超多维C超活力 超多维C超美丽 四年级富含天然高维C 点击里的中国 由青花粉酒独家特别呈现 青花粉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中国诗词 至唐宋而天来 白酒酿造 至粉酒而观至 青花粉酒 开启高品质生活 点亮光明 汲取力量 点击里的中国 由高品质的光明乳液 独家冠名播出 点击里的中国 由王老吉赞助播出 王老吉陪你 凝聚先贤智慧 传承生命经典 职务不易 读书有底气 感谢云南白药集团 气血坑口服业 对本节目的赞助播出 点击里的中国 由胡姬花 无法小榨花生油提供支持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APP 观看点击里的中国 完整视频 钻小幕后精彩内容 点亮光明汲取力量 点击里的中国 由高品质的光明乳液 独家冠名播出 点击之光 水晶柱描绘着 祖国的大好河山 也传承着 中国人的智慧和精神 它如水一般 润泽后世 更鼓舞着后来者 去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我是王嘉宁 下一本点击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